宝贝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故事奇遇季,我是小安妈妈 在我开始朗读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一个预告 从这个月开始呀,小安妈妈会将故事朗读时间从每周三的晚上八点调整到每周六的晚上八点 希望这样一来,能有更多的宝贝,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收听这些好玩有趣的故事 那这个月呢,小安妈妈给大家挑选的所有故事都和睡觉这件事情有关系 比如,今天的这一本叫做《睡觉去,小怪物》 到了睡觉的时间,宝贝们是不是都变成怪物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 睡觉去,小怪物,等一等,我抓住你了 安静点,小怪物,不然爸爸生气咯 听见了吗 放我下来 好,我放你下来 去亲亲妈妈,然后我们上楼睡觉吧 我不要亲妈妈 嗯,那让妈妈好好亲你一下吧 晚安,我的小宝贝 睡觉前,大家都是要相互亲一下的 就不 我要先和你说好了,小怪物 不许再下楼了 走,睡觉去 爸爸 哦,不,真恶心 我说过多少遍了 这是牙刷,不是水管刷 怎么样,拉出来了没有 你要是磨磨蹭蹭的 我可就没有时间给你讲故事了 好了吧,总算完事了吧 走,小怪物,快回你的房间去 小心点,会摔倒的 还是这本啊 你怎么总是选这一本呢 今天晚上,让爸爸来选好吗 就不 嗯,好吧 来,坐到爸爸怀里 安静点 讲完后,我们去睡觉觉 一天晚上 麦克斯穿上了一件狼外套 他犯了个错 接着又犯了个错 好,讲完了 上床吧,我亲爱的小怪物 哦,停下 我生气了 床是用来睡觉的 不是让你当蹦蹦床来跳的 我渴了 又找拖拉的借口 你已经喝的够多了 嗯 嗯,我渴死了 好吧,好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 可别喝上一个小时啊 时候不早啦 希望你今晚能睡上一会儿 我要去亲亲妈妈 不会吧 不行 你早就知道 在楼下的时候就应该亲妈妈的 你可真是个小怪物 现在闭上眼睛 美美的睡上一觉 一觉睡到大天亮 晚安 我的小乖乖 晚安 怪物爸爸 好了 宝贝们 今天的这本 睡觉去小怪物 已经讲完了 你们喜欢吗 小妈妈想问你们 在故事的最后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爸爸从房间里走出去的时候 也变成了一只大怪物呢 这是为什么呀 希望你们能够留言 让小妈妈知道 你们的想法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下次再见吧